今天我们来做向日葵的花苞 然后向日葵花苞里面是三个花瓣 然后外面是五个花瓣 大花托五个 小花托五个 然后一片叶子 组装在一起的 现在我们来做叶片 一根扭棒对折 然后尾巴四厘米的地方 我们给它拧一圈 折下来 这边再继续拧一圈 再折下来 小尾巴拧到一起就可以了 用的小叶片的话我们做八个 大花托需要两个半根的扭棒 对折找到中心点的位置 拧一圈 两边顺下来 根部捏紧 尾巴这里 取一根扭棒把尾巴扎紧了 掉过来我们打一个弯弯的弧度出来 这样的大花托我们做五个 我们再来做小花托 小花托需要一个半根的扭棒 三分之一处对折 根部捏紧 对折的地方拧一圈 尾巴的地方给它修剪出尖角 稍微的修整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的小花托我们做五个 再需要一片叶子 现在我们来做组装 一根花杆 叶子打胶之前先给它拧出一个弯弯的弧度出来 根部打胶 粘在花杆上 第一层花瓣我们粘三片 粘的时候注意点部对齐 我们第一层花瓣就粘完了 我们再来粘第二层 根部打胶 粘在两个花瓣之间的缝隙处 第二层的花瓣弧度不需要打太大 略微有一点点弯曲的弧度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花瓣的造型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粘大花托 花托我们在三分之一处打胶 粘到两个花瓣的缝隙处 我们再来粘小花托 大概中心点的位置打胶 同样是粘在大花托的缝隙之间 根部对齐 把根部打胶 多余的钮棒粘到花杆上 再来粘叶片 根部打胶 粘在花杆十厘米的地方 拿出四根钮棒 像做大香味葵的花杆一样 把钮棒一根一根粘在花杆上 然后我们再把尾部打胶 把四根钮棒全部粘到花杆上 香味葵的小花托 我们把它叶片坚补外翻 这样一个橡树葵花包 我们就做完了 再来一根小花托 然后我们再发挤了一顿小花托 我们再来一顿小花托 我们再来一顿小花托 然后我们再来一顿小花托